第十二章 论熟灵的恩赐 弟兄们,论到熟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作外帮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惑, 去服侍那雅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上帝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就座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因此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因此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即是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上帝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似他智慧的言语, 哪人也蒙这为圣灵似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为圣灵似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为圣灵似他依并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意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谎言, 又叫一人能翻谎言。 这一切都是这为圣灵所运行, 随己以分级各人的。 门徒属基督, 譬如肢体属身子。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尼人, 是遗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身子缘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切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服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服身子。 切若已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服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服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上帝 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驱角 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笑的。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及他家上体面。 不尽美的, 越发得着尽美。 我们尽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上帝配搭这身子, 把家配的体面, 吸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作之体。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并的, 帮助人的, 治理是的, 说方言的,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如果我请立刻则的资本, 还有大家可以交代用力。